民进党2020初选是否纳入手机民调 蔡英文和赖清德阵营产生意见分歧 民进党主席卓中泰表示 已经要求民调中心详细评估 外界认为纳入手机民调 比较能够接触年轻选民 对于蔡英文比较有利 但是也很容易造假 民进党初选民调 以往都使用住宅电话进行采样 不过蔡英文建议这次初选纳入手机用户 她日前曾表示 有很多选民只有手机 他们的意见也不应该被忽视 外界认为 手机民调可以触及更多年轻选民 对蔡英文比较有利 台湾TVBS电视台11号公布的民调就显示 蔡英文的手机民调支持度超过赖清德 视化民调的支持度则低于赖清德 对于蔡英文建议纳入手机民调 赖清德认为 初选已经在进行 如果变更规则 会被社会质疑不公平 民调专家也表示 手机民调很容易作弊 手机门号是没有电话部 那民进党的做法又是所有的门号 都是由党中央来提供 那这里面就会有个让大家质疑的部分 它甚至会变成被质疑做黑箱 就我所知五人协调小组 对于手机要不要纳入民调这件事情 大家也都没有一个共识 那无论如何 手机要纳入民调这件事情 必须要经过民进党的中职会的讨论 对于党内意见分歧 民进党主席周荣泰表示 已要求民调中心详细评评 手机民调是否可行 目前尚无定论